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4月2号 农历市润2月12星期日 今天是儿童节跟清明节 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新闻一开始 早知道的单元要提供大家 路况方面的消息 高空局预估 今天国道交通量是平常的1.3倍 如果上午要从国道1号杨梅 开到新竹的话 要比平常多出5倍的时间 而且国道5号这个车更多 开车时间预估是平常的7倍左右 至于天气方面 今天的天气也适合出门的 因为降雨都趋缓了 那么今天开始一直到后天的话 全台湾各地大致上 都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 人潮还有车潮可能就会更多 因此出门之前 一定要做好车程的规划 再来看到是国际新闻的部分 北欧国家挪威在北部山区 发生好几场的雪崩以外 包含外国游客在内 至少有四个人不幸罹难 这起事故发生在挪威的复活节 的假期期间 传统上挪威人都会到户外滑雪 偏偏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下起了暴雪 有好几座的小镇 雪崩的风险都提高了 因此政府就呼吁民众 避免到山区活动 也请游客撤离 同样是国际间的坏天气 之前美国的密西西北州 发生严重的龙卷风灾情 现在灾后过了一个星期时间了 离难人数增加到21个人 统计就发现 当时至少出现50个龙卷风 相当的不寻常 从过去的经验来说 每年的4到6月 才是当地龙卷风的高峰季节 似乎今年是来得特别早了 那么天灾过后 灾民正忙着恢复家园的时刻 然而还出现了冰雹等 恶劣的天气威胁 重建工作看起来是考验不断 超大龙卷风伴随阵阵闪电 不断逼近 我们必须要走 突然之后 有个灾雕像在地上 有个灾雕像在地上 龙卷风一个接着一个 所见之处一片残破 甚至传出音乐现场 摇演到一半 屋顶倒塌 惊心动魄的景象 就在美国中西部 短短一天 发生至少50起龙卷风 高风季节还没到 就罕见出现大范围威胁 灾情最惨重的阿肯瑟州 数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住院 收复小盐城 唯一一间医学中心 宣布一级大规模伤亡警报 两大龙卷风灾区至少300万人受到影响 周遭区域不是强风引发野火 就是雷暴 冰雹等恶劣天气 更北的五大湖地区 已不排除再度发生暴风雪 涵干加近9千万人 这其中也包含一周前 才遭到龙卷风重创的密西西比 美国总统拜登赶在新一波 恶劣天气袭击前探访灾区 承诺联邦政府将百分之百买单 协助30天内的救灾与重建 大一新闻收看编译 镜头带您到中东国家伊拉克 当地要出现今年第一场的沙尘暴 漫天的风沙威胁民众的健康 有500多人因为呼吸困难到医院治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红色的沙尘 仿佛农物一样吞噬城市 伊拉克因为沙漠化的问题相当严重 光是去年就发生数十起的沙尘暴 打破了历史记录 当地的环境部门就预计 到了2050年的时候 沙尘暴危险的天数可能会攀升到300天以上 接着关注的是野火燎原 西班牙北部野火危机范围变大了 一空下山壁被烧得通红 最新的调查证据就显示 大部分的野火都是民众恶意纵火的 再加上干旱以及高温的影响促成火势蔓延 气象学家就分析 地球暖化 原本的高温应该在每年的5月下旬才会出现 不过以现在来说 高温已经提前报道了 因此西班牙恐怕面临更多的野火威胁 大片山壁被烧得通红 橘色火焰照亮夜空 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爆发120多场野火 火势越烧越旺 当局派出600位消防员 但再怎么对抗都像隔穴骚痒 政府表示 写下同期以来最高温记录 满天浓烟 熊熊火蛇吞噬民宅 西班牙自本周开始 多地陆续深陷火害 前几天第三大城瓦伦西亚爆发 本季首场森林大火 火势蔓延数天 截至目前已烧毁近5000公顷土地 1800多位居民被迫撤离 我们期待下降到金牙 现在下降到晨 但这种状态 因为被烧毁了 把所有的烧毁都扯到家 我们看到很远处 专家分析 气候暖化导致 本该出现在5月下旬的高温 提前报到 随着夏季越来越逼近 西班牙恐将面临更多野火威胁 戴新闻落子性变异 套杂玻璃栽药提供大家健康讯息 或许有不少朋友都会认为 市面上的手洋饮料 或者是各种的包装饮料不健康 因为它的含糖量 或者跟热量都是非常高的 干脆改喝果汁好了 只是要小心的是 这果汁可能比可乐 甚至是珍珠奶茶还要甜 而且这个水果扎成汁之后 滤掉了纤维 营养成分就大大打折扣了 要避免这项陷阱的话 营养师就建议大家 还是吃圆形的水果比较健康 黄澄澄柳丁汁百分百元汁没加水 但倒转看看榨汁过程 一杯500cc竟然要12颗柳丁才够 如果是当季至少也要7颗 这在营养师眼里糖分早就爆表 通常我们可能建议二到四颗嘛 但是你可能一杯柳橙汁一次喝下去 就四次到四到六颗的柳丁 所以相对热量跟糖量都会比较高 那就是一杯全糖的珍珠奶茶的那种糖量 单一水果榨成汁需要比较多量 才能装满一杯 不止柳丁同样会变成热量榨蛋的 还有葡萄汁和凤梨汁 本来就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像是维生素C跟膳食纤维或是子化素 因为可能榨成果汁它也会过滤 所以相对这些营养素都会比较容易流失 避免想喝健康却成为反效果 果汁的建议喝法是和蔬菜或茶牛奶一起混搭 芹菜 古瓜 红萝卜 苹果 凤梨 芭蜜 柠檬 很多人有心血管几点 我就会叫他喝蔬果汁啦 就不要喝太甜了 加一点胡萝卜 小黄瓜或是芹菜 菠菜那些 然后果汁水果的量少一点 这样会相对比较好 因为避免糖跟热量摄取 而且你加这些蔬菜 可以摄取到膳食纤维跟止化素 尤其是罹患糖尿病 三酸甘油脂高或肾脏功能差的人 要特别避免喝单一水果汁 营养师表示最好方法还是直接吃 才能摄取到最完整营养素 大爱新闻林一婷 田志中台北报导 另外一项名声讯息就是 4月份开始部分的用电户 电价要调涨了 不知道您有没有受影响呢 那现在坊间很流行 在房屋上头架设太阳能光电板 自己发电可以自己用 而且工部门还要带头来做示范 以台北市来说 特别在南港设置的绿能发电 还有除能技术 所发的电可以供应公园里头所有的电 一起来看看 欧式房设隐身山林间 两层楼建筑供电自给自足 而且都仰赖绿能发电 屋顶放置太阳能光电板 连出入口路灯也结合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白天我们不需要路灯 所以它这两个发电了以后 就下面有两颗电池 电池下来以后 那晚上它会直接供应到这个路灯 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山水绿生态公园 市府特地打造成创能除能示范场域 展示各种绿能发电 还有相关除能设施 想效法欧洲也替缺电危机找到解套 绿能效益想要运用到淋漓尽致 除电相当重要 北市环保局统计 当前绿能除能系统一天可以储存24.9度电 如果是最新型的氢能燃料电池 因为用氢气发电在没有风力还有阳光的情况下 一天可以生产120度电 希望推广到各级学校还有社区 让台湾近邻探牌加快脚步 大爱新闻徐英豪台北报导 下段新闻还要带您看到泰国知名的海域 玛雅湾 为了兼顾观光跟保育鲨鱼一度关闭 现在还限制游客下海游泳 休息一下三分钟之后再回到大爱早安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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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栩鱼灯者 李宗盛》 我是苦花鱼 我需要干净的水源 喜欢在鸡流岸石处蹦跳 人们用心附入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亲近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西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生生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 跟他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不好意思 倒掉 回家晚餐 有鱼 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广结散 感谢您继续回到大爱早安新闻的现场 赶紧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今天的开始水气真的是明显减少了 各地转为多云道晴 偶尔还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只有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白天开始温度还会明显的回升 感受上都是比较舒适 还有温暖的情形 但是空气预报方面要提醒云嘉南 还有高平地区的朋友 今天空气品质比较不太好一些 来到橘色提醒的等级 那么其他地区都还不错 继续来看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温暖的温度预测 天气变好代表夏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水上活动势必也会越来越多 如果在海滩吸水的话 就怕人为的活动会干扰到鲨鱼还有鱼类的生态 在泰国南部知名的海滩玛雅湾 因为游客非常的多 为了避免威胁到生态的部分 现在当地的政府祭出 不准游客下海游泳的新规定 洁白沙滩清澈海水 镜头拉近还有小小鲨鱼悠悠其中 这里是泰国知名景点玛雅湾 因为电影海滩声明大噪 吸引大量游客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一度冠病加近四年 我们也计算了最高级黑鱼鱼鱼 是161鱼鱼 那是在纽约2021年 然后在纽约2022年 在纽约2022年 我们有纽约20至40鱼鱼鱼 需要待在潜水区域 怎么知道重新开放后 减少数量远超过预期 想要赚观光材 又不想重演关闭噩梦 当局可是绞尽脑汁 下水超过膝盖深度 马上吹哨劝离 昔日满报的船只 则被要求绕道停泊 从码头到海滩 必须走木头栈道 此外 海滩也实施严格管制 每小时最多开放 375人进入 每天不超过4000人 若你也有新的海滩 为了海滩的空间 我认为海滩 会来带出新的旅行方式 聪明管理下 人 沙得以共享潜滩 监测单位也将定期检测水值 以及沙入数量 希望找出平衡点 兼顾观光以及生态 大爱新闻收看我们编译 暖心新闻的单元 希望大家看了都会觉得较甘心 来看到的是把医疗服务送到家 北区慈祭人医会定期到几处偏远的山区 网诊 虽然这项服务因为疫情的关系中断 或者是延后一段时间 但是今年总算恢复正常了 许多的长辈知道慈祭人要来 一早就在家门口等待 仿佛见到老朋友一样 陡峭的山间小径 加上英语绵绵 慈祭志工与仁义团队的每一步 都得走得更小心 想念好久不见的双膝乡亲们 大伙带着访老友的心情 展开网诊 好不容易盼到志工来访的姐阿嬷 手握住行器 跟着大家在庭院散步 台北慈苑的陈怡林医师 带着儿子参与网诊 没想到收获比他预期中还多 不只是给出去的那种感受 给出去很有满足感 我还从这些乡亲们身上得到很多 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开朗 那个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冲击 今天一路走来 其实有点小雨 但是我觉得那种看到飘渺的白云 其实都很开心 所以希望有机会多来 然后就可以多造福 造福别人当然最好就是造福自己 两个月一次的亡诊 医疗团队都很珍惜 这里的长辈多数独居 能有像子女一样的志工 陪着说说话 是老人家最深切的期盼 关怀久了 就是好像是看到老朋友 一般久了 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这种感情 然后医疗团队能够进来这里 来更接近他们 是真的对他们帮助很大 独居老人 他比较喜欢有聊天的对象 然后看到我们就是把 把我们当成孙子 然后就聊天 撒娇 互动 这样子 他也有感动落泪的阿嬷 我就觉得很过心 他们住在这么高的山上 其实真的很不方便下来就医 那经过我们的疫诊 可以让他们知道 他们缺少了什么 不管是医疗或是复健 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 可以帮助他们的事情 在一次次的亡诊中 医病轻如家人互动 这份仁义的真情 还会一直在全台 各个医疗缺乏的偏乡 飘散着 有你们真好 有你们真好 谢谢 台新闻 这是美之工台北报道 今年所见 或许才会印象深刻 对这群孩子来说 他们上了一堂 很特别的社会课 这是新北市新店区的慈哨班 他们举办了环保 就在体验营的活动 有30多位学员 了解回收来的废弃物 如何变成科技产品 还有振灾的力气 把环保跟慈善做结合 只有这堂课 希望可以影响到 身边的亲朋好友 附会床可以躺 折叠成椅子也不困难 冷水或热水 就能冲泡的香鸡饭 是救灾用的即食品 孩子们来体验 别的米饭或白饭都要用煮的 这个可以用泡的 让那些纳民可以及时吃到 这些热热的饭 保特瓶变的衣服 有没有谁 有 保特瓶变身锈 让学员直到被丢弃的塑胶瓶 还能制成毛毯 张敦晴第一次参加环保 就在体验营 有了新的认识 我发现其实就是很多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忙 所以就是要爱护地球 然后不要喝太多饮料 在生活当中哪些是可以聚用少用 你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体会了 我以前不知道环保有分那么多类 像是铁罐铝罐啊什么五金那些 我也就是今天才知道的 观念的灌输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孩子有这个观念 我们常常都给他再教育 深入他的脑海里头 以扇就像剥扇的种子 让这个种子去慢慢去发芽 从日常生活做起 人人都是大地的园丁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工 谢荣祥 王一文台北报导 再看到终于可以实际面对面交流了 这是马来西亚雪龙跟台湾的志工 在疫情趋缓之后 社区的志工干部们 彼此分享慈善经验 一起精进 疫情后国门重启 刺激雪龙分会志工回台与法庆交流 大家的问题五花八门 从四合一的运作 团队默契的构建 细到干部与志工的比例 无所不问 每个提问中正区慈激之工都清囊相受 如何做到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得靠干部的带动 每一位干部都是真正是落实团队的精神 都是大家一起来以团队的力量来带动整个社区 这个是令我真的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一个市区 真是要落实这样子的菩萨人间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很有这样子的团队 才能够把这个三种子偏不共得天 不然的话是很难 马来西亚志工 致力推动慈激四大志业 他们的精进也是全球慈激人的典范 疫情后期待这样的交流更频繁 彼此取经 让爱的队伍更绵长 在新闻知识美之工 庄德于何亭于红龙黄 台北报道 早安独报的单元 要带您一起来掌握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首先看到的是国内联合报的报导 美国还有加拿大等六个国家陆续出现狂入症 因此卫福部就预告 要禁止从这六个国家进口入荣 入绞交等中药材 最快今年上半年就会上路了 中药商已经要改从泰国 印尼还有欧洲等国来进口入的相关 中药材避免疫区 再看到是BBC的部分 俄乌战火持续当中 尽管乌克兰几乎其他成员国要出手阻止 但是俄罗斯依旧在4月1号当天接下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 最后是CNN的部分 高龄86岁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4月1号终于出院了 他的神情相当轻松地说到 我没有害怕我还活着 范地干方便也证实 教宗这个周末 渴望主持复活节前的 宗旨主日的活动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读报的焦点提供给您参考 也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孩子看世界 我是林国兴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